大家好 这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下 当这个兰花长新芽出来之后 我们如何避免它僵芽 因为兰花长新芽出来之后 我们的养护方法必须要很注意 尤其是这个新芽长出来 大概3到5厘米这段时间 因为这段时间 它会有一个短暂的停止 目的就是继续养分 所以这段时间很多话有可能 不以为是兰花的新芽出了问题 所以给它大水大肥的伺候 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出现肥害 或者是出现积水 导致僵掉或者是枯萎 这个时候我们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不要去动它也不要给它大水 不要给它大肥 正常的给它施肥浇水就可以了 而且这个时候最好不要用一些化肥 我们最好用这种微生物有机养液 因为这种有机养液它不会烧根 而且它是一种微生物有机肥 质料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可以分解出各种养分 让兰花吸收不出现肥害 平时我们还要做好保湿工作 不要给它个心芽太干 而且不能给它经常用手机摸 不要给它剥这个土芽 不要用手机掰这个质料 所以兰花出土后被江崖或者是被枯萎 其实最鬼祸首还是我们的双手 大家一定要控制好 施肥浇水 还有不要动质料 好了这一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